下列哪些反应之原子经济为百分之百 应选两项 A选项 我们发现它的产物有氧气还有氯化钾 所以它的原子经济并不会百分之百 假设它要生成的是氧气 那其他的副产物就还有氯化钾 好 B选项 所有的反应物都生成甲烷这个产物 所以它的原子经济 就是原子使用效率是百分之百 好 C选项 一氧化碳跟氢气这两个反应物 全部都生成甲醇这个产物 所以原子经济也是百分之百 好 电解水 我们在电解水的过程会产生氢气加上氧气 然后系数是2 2 1 那如果我们主要需要的是氧气 那也会生成氢气的副产物 所以原子经济不会百分之百 再来E选项 利用乙酸和乙醇进行止化反应 得到乙酸乙止 那这个是一个止化反应 那我们知道止化反应过程会是酸加醇产生止加水 好 所以也有其他 如果是这个是主要要得到的产物 那也会有水的副产物 所以原子经济不会百分之百 好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 B和C两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它给的答案 好 答案是 B跟C没有问题 好 那猪的话 还有E的 它有 它详细的反应式 那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